纪念周由中央评议委员张群担任主席,会中同时举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62年度三民主义论文竞赛颁奖仪式,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把奖品分别颁送给各组的优胜者。 中央委员会海外工作会主任陈玉清并且在纪念周中所专题报告。 他说,我们现在清明在宫,在西太平洋的战略省域中,毅力如山,沉积待变,已经践进了可守可攻的不败之势,确立了反共复国,胜利成功的雄厚基础。